能让我就是上货更上一层老板 我得找一个五千以上的 因为我前夫将近五千 工智找个比他高的 个儿比他高的 我想找个高高大大的 是帅的像帅哥 大妈赶紧跟你那前夫复合吧 你前夫这条件 找到一个小十岁的俏老伴有可能 你这条件找个高高大大 还多金的睡老头 就是母鸡长牙齿 不可能的是 可大妈愣是不信这个鞋 相亲失败后 还给自己来了拨招亲启事 赵大妈今年六十二岁 退休金每月两千八百元 暂时跟前夫同住一个屋檐下 大姐 咱们这个别的家 你妈都得约在家里见面 为啥你妈我约在南湖了呢 家里不方便 我俩是离婚没离家 就这一套房子 属于协议离婚的 我还剩下百分之五十 一人一个五 你现在是离婚多长时间了 18年里的 那现在你俩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也不咋方便吧 是 我就请她能找一个能从这里头给我救出去 我不想跟她给一个屋檐下 大妈跟前夫因感情不合离婚四年了 因为谁也没能力出去买房 只能离婚不离门 为了缓解尴尬 大妈一般都是带着翻来南湖公园 一带就是一天 偶尔也唱唱歌来缓解以下内心的苦闻 可在这还能有人唠唠嗑啊 分身得注意力啊 心情还好点 你给家心情也不好啊你说 就是那个电话胡娘说 有的时候你还饭都在这边吃啊 嗯 这都改成你第二个家了我看 对对对 是不是 是是是 礼拜天礼拜六必来的 这家有大客厂 往跟着唱歌啥的 嗯 因为都是爱好唱歌的 啊 你也会唱歌 我也会唱歌 就觉得哎呀 一唱歌好像可美呢 自己也觉得挺美的 啊 心里边也不想那些烦心的事 对对对对 大妈说 她这风风雨雨大半辈子 真的是酱菜店里的抹桌布 尝尽了心酸 不仅在爱情方面没有得到依靠 心情方面更是遗憾 其次没母亲 二十二十三岁没父亲 在姑姑家和姐姐家 就是经营历下长大的 谁要是说祖父啊 别忘了带伞 像你昨天不说一句嘛 我都觉得哎呀很温暖 哎呀真好 有人能告诉我提醒我这个人 我都觉得很呢 他们真的都很感动 嗯 或者说哎呀天冷了 别带劲 放了带劲 好像这我都能感动 我这辈子好像真的 没靠上水 也靠不上水 我也知道 因为从小学爱 只要有人对他一定点好 大妈都会感恩贷得 因为没有依靠 一切只能靠自己 大妈只能被迫坚强 可是每当看着温馨的画面时 大妈总会心生羡慕 哎呀有时候看到八十多岁的老两口就这么领着哎呀给我羡慕的 哎呀老羡慕我都一送送到远呢就醒了哎呀真羡慕一看人家 真的上下车扶着哎呀过马路牵着手哎呀我都可羡慕的一看人家 所以人家这一半一直走了就是这么好就是很渴望 对愿行淡忘相互只欠鸳鸯不献心 如今大妈每月领了退休金 儿子也已经成家了业 闲下来的赵大妈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于是他决定开始新的生活 找个帅气的老头共度风花雪月 哎呀我也想谈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情 没谈过恋爱 想找一个就是暖男啊 中央空调啊 像锅鲁玉像一样的能温暖着我 温序着我 像阳光照着我 我也想当个小公主 我喜欢俩人了在一起就是 腻腻歪歪的一起出去买菜 一起出去锻炼 回来一起做饭 然后来一起落落坑 就是什么事都在一起 因为我没体会到过就是 俩人成天在一起 我的前一段就是说 他从来不在家 因为他那属于属于业务园 常天在外 然后就是退了 这也是成天不回家 他成天出去玩去 所以说也没拿 就是想体会能在一起 像年轻人一样啊 甜甜蜜蜜的 哎呀哎呀就是那种 你心里有我 我心里有你 能在乎对方 大妈啊 长点心嘛 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不要把希望积附云 万事还得靠自己 了解大妈的诉求后 红娘找到了今年68岁 退休金每月3300元 有房的李大人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梦想照进现实后有多骨感 什么单位退了呢 我家庭长 你退休金多少 三斤六十二 你什么单位也进 我利用气 你有什么想问我 那你问吧 你退休块多少钱呢 两千八 哦 比如还可以 各条方面都可以的 你啥子我一有老婆 就啥子就有就行了呗 那你现在你不处 你管看着就不行 你处处看看 就知道咋个情况 见地应该是处处看看 对 看着 人就绝对是踏实好日子 过日子绝对行 两人见面后 大爷对大妈的感觉还不错 大妈也觉得大爷是个过日子的好人 本以为两人的相亲 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没想到大妈关公都理会 开门不客气 直接开门见山 对大爷进行全方位摸底 你自己一个人生活 能消费多少 现在啊 一个月啊 我也就是 多是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花不了 未来五年有啥计划呢 那个没啥计划 没研究那个 大姐那你对未来五年有啥想法 我就是想冬天吧 上哪个房子 上山亚那边 那边有房子 没房子 就是也是想过那种候鸟的生活 柳子柳子柳子 那边咋的 不用穿棉衣服啊 我是不愿意穿棉衣服 对 完了出来进去麻烦不说 一穿一身汗 那边青菜不比这边 你这边等冬天青菜多贵啊 这边贵对 行那没事 冬天流流流流的以前可以 爱妈 真是飞机上放电炮想得高啊 大妈 咱不能因为你长得圆 就拿自己当电筒 照见别人 照不见自己啊 你到底是来找爱情的 还是来找冤大头的 大爷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直接对着牛嘴打喷嚏 开始吹牛画饼啊 那去就去吧 去 其实他可不是说 你去那边溜的十天半天的 不是 对 那你能接受吗 过程有点两月 上海南你就是 跟着过程有点不少钱 谁要谈究竟的作品 才不得行 所以其实你的内心吧 对去海南这个事吧 也不是特别的想去 但是吧 大姐还挺满意 所以就现在想应承下来 是这意思吗 对 我先下不得跟他研究研究 那行不行 我先拿走来 我说那意思 是不是啊 真是屎可浪上马路 混冲小吉普啊 没这个财力 还敢往身上来 就不怕被大妈 炸成干嘛猴嘛 要知道大妈 是既要风花雪月 又要灰土如今的美好生活 你hold得住吗 他真是以前 都是辛苦来的 他过的日子 都挺仔细的 我不想过那种日子了 因为前半身都是那啥 想要过井上添花 其实我还不找的 自己也挺好的 一月两千八也可以啊 我也不用租房子 但是我得想要比以前更好 能让我就是上火更上一层老板 这个我觉得没大便 我得找一个五千以上的 因为我前夫将近五千 工智找个比他高的 个儿比他高的 我想找个高高大大的 像帅的像帅哥儿似的 像炫尿似的 我一定这个电视上了 大伙能看见有告诉他的 我一定这个面子 我得争主 大妈 但凡喝酒的时候 加点花生米也不能醉成这样啊 使得了掉了腊八粥里 你算得早还是算得逗啊 俗话说 好嘛配好啊 好衣服就得好体型穿 缺驴配破膜 一点都不带错 你想找个光亮水滑的 那你也得撕眼齐啊 咱要有能耐 别说高高大大小男朋友了 就是糖僧肉都能让你咬一口 可大妈愣是不信这个鞋 非得出这个洋相 我相亲没成功 现在你再给我 用几分钟时间 我想给自己做个广告 找个男的就是60到67岁左右的 身高1米70以上的 有双宝有独立住房 爱干净爱做饭 性格不强势 不自私 做事别先斩后奏 说话不怼人 能瞧得起我 真诚实在善良 我在这里 你在哪 好了 大妈还是回家等着院子上钩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滴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八哥 咱们评论区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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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